你好 欢迎收看1月1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第15届联合杯全国作文大赛花联区出赛颁奖典礼 15号在花联县府大理堂举行 由县政府指导联合报系主办 有210位高中职、国中还有国小学生来得奖 现场徐中卫和联合报发行展业部的总经理方陶中清零现场颁奖 齐敏获奖同学要持续努力与精进 第15届联合杯全国作文大赛花联区出赛 颁奖典礼15号在花联县政府大理堂登场 现代许中卫支持者表示 首先恭喜现场获奖的学生们 并且感谢联合报与花联县政府西手同心举办 东台湾非常重要的写作赛事 共同在文学领域向下扎根、向上延伸 是一个好山好水、治疗非常多的文学作家 新闻府每一年举行太平洋国际诗歌节 文化新传奖 持续为花联文学以及艺术扎根以及培育跟进 花联县的教育期许孩子们文武双全 不只有读经教育 孩子们在学业上有智慧教育 这是迎接世界此轮不断的往前动 108年3月花联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智慧教育中心 让儿童诚语言入到班级 因为家长的重视、有老师的用心、还有孩子们努力的学习 花联教育绝不是后山而是前山 幸福重视每位学校的设施去年度建设了智慧保健系统 将智慧校园环境入到保健系统里 更能够精准的设施环境能够更好 除此之外幸福在103年开始办理小论文专题探索的比赛 以阅读基础从订定议题收集资料相互交流 讨论整合思考问题并且探讨解决的方法 记得喜欢观众视频道